聽到舞台劇我就會抓狂了 不是因為 妳沒有想過屈哥的用心嗎 妳不要跟我講話 能離開家最久的就是舞台劇 對 妳怎麼講啊 他講出來 原來他是用舞台劇來換取時間 是一個藉口 換取不回家的 來... 這一個更可怕了好不好 Vicky口口聲聲說我是她的貴人 背地裡竟然跟屈哥告狀 之前做大嫂團的節目 讓Vicky開始賺錢 所以他說我是她的貴人 節目上說做效果給他 私底下竟然跟屈哥抱怨 這女人怎麼這個樣子 梁鶴群 上面剛剛憲哥唸的自製豬肌 怎麼這回事 因為他是怎麼樣 因為以前他要繳個水電費 都要看屈哥的臉色 要跟屈哥要錢對不對 現在不用了 現在賺錢了你知道嗎 他給屈哥臉色看 真的嗎 而且你看有的時候 我們在節目上面合作對不對 難免互相消遣一下對不對 那都是節目效果 對 他當真喔 所以他玻璃心 他就是一個玻璃心的人 他怎麼當真你知道嗎 你現在是那個沈玉琳上的 對啊 沈玉琳少先 手事要出來 手術手 憲哥 真的心裡面 我這個話沒憋很久了 他怎麼過分你知道嗎 他回去告屈哥的欲狀 他跟屈哥講說 那個小梁真的 上節目每天弄我 弄得我很不開心 屈哥這個事情 我跟你講 屈哥也是一個民視裡的人 他就放在心裡 有一天我們就去康哥 庹中康康哥家裡面小酌 剛好屈哥也在 九過三巡之後 屈哥把這個事情講出來 然後屈哥講說 小梁我懂啦 因為你看你這樣子弄他 鏡頭就都在他的臉上嘛 對不對 這個是為他好啊 為什麼Vicky想不通呢 這後面是你自己接的吧 你問屈哥 屈哥不在 因為他去演舞台劇了 口口聲聲說我是他的貴人 要外面全部講我的壞話 不是 因為小梁哥 小梁哥真的很不給面子 譬如說有時候人家會保護 我是覺得我把他當貴人看 可是他每次只要上他節目 他就會糟蹋我 糟蹋你 他就一直一直 Vicky是他誰都糟蹋我 我也被他糟蹋了 對啊 然後可能 然後那一天 誰都糟蹋喔 那一天我可能又心情不是很好 然後他就一直就是不讓我講話 然後又擺臉色給我看 這太討厭了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我這樣來幹嘛 我就有一點受傷 女生多多少少 女生多多少少 對 那是只有你 好 趕快去演舞台劇 這裡還有一封 到底要不要結紮 大家怎麼都關心我 要不要生小孩 我覺得四個小孩的開銷很大 對啊 很累耶 每天看屈哥的臉都覺得他好累 以後沒人賺錢養家怎麼辦 名牌包就少買一點 曹西平 真的沒有 我是覺得真的 如果命裡面沒有兒子的命 我真的沒有為了生兒子 再生小孩 沒有 然後明天又懷胎 那現在四個 但是妳有沒有處理掉 什麼東西處理掉 打一個結啊 後來看 就是要去一個去結紮啊 妳自己不 我自己有 蛤 我有 不是啊 男生結紮比較方便嘛 我有做處理 對 妳有做處理是不是 有處理 這什麼 還有處理 我有做保護自己 不要再懷孕的處理 喔 有裝一些東西之類的 最後一通 來來來 哇耶 妳這個信件實在太可怕了 太多了 人神共憤 下次妳來 我站在那裡 好 Vicky姐 妳是不是跟屈哥 婚姻早就觸交 不然為什麼屈哥 老是往國外跑 我覺得這個又是小梁哥寫的 是不是吧 憲哥 那不是我吧 不是不是 妳 大家都在關心嘛 對 怎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夫妻聚少離多 距離時間 就是一個殺手 不會 然後又去圓舞台 不會 真的不會 因為我跟我老公也是這樣 我們也是只有週末碰面 我們反而常見面 妳們那一個不一樣 妳們那是 不是 她習慣不太特別 很親切 這麼開心 不是這樣我們反而每天 我們每天在一起更會吵架 因為很多的生活習慣 還有他 對於我管教小孩或什麼 他都會 因為他比較疼女兒 是 所以他就會有很多意見 全部都女兒 當然比較疼女兒 難道疼女兒是什麼 不是 我的意思說 跟女兒比起來 我就沒地位 我反而希望他不要在家裡面 距離產生的美感 來 邱醫師 剛剛感覺怎麼樣 我們來公布一下這個 計算EQ的方式 雕很高 紅燈是代表不開心 藍燈代表平靜 綠燈代表開心 所以我們就是 綠燈的分數乘以2 加上藍燈乘以1 所以他是69 EQ 那還OK 他的EQ控制69分 69分 但是及格還不及格啊 及格啊 60就及格 100是滿分啊 對啊 69就是剛就及格 IQ也差不多69 算幾個 IQ69算高了 對啊 IQ應該是9而已 我跟他打過麻將 我覺得他IQ準就6.9 那也太低了吧 速度太慢 我真的閉著眼睛跟他打都會贏 真的 這麼長 很好的排咖 對啊 我們只是在消磨時間 你是真的在認真要賺錢 這以前不能 我這樣打麻將 這個節目可以不要這麼愛搶話好嗎 留點版面給新人吧 我都沒有罵妳的導播 記者會遞得到妳身上嗎 可是我覺得 不會 怕死都更不必我 你會不會跟他聊天 你更無聊 他心裡的超級男子 沒有 我已經跟他被我講罵 現在才知道 罵髒話也可以當才藝 什麼 我怕 壞女人這樣 那個山要爬 沒差那麼多 接地 我沒想到他真的兩階就一罵 你知道每次我跟你錄影都很辛苦 都很辛苦 哇 肚子就要罵髒話 我必呢 壹翔 你現在還用肉的感覺 好 你還想多久 想 home 這�도不是